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为了解决异地居住老人门诊看病的报销问题 国家医保局在全国多地启动了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试运行服务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老人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结算失败的情况 那大家在报销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 除了参保地位开通 未提前备案等 会导致结算失败外 常见的原因还有社保卡卡建权失败 备案超过有效期 个人参保状态异常 以及一些系统问题都可能导致结算失败 来自贵州的陈女士到北京后 一直使用异地门诊费用跨省结算 感觉特别方便 但最近一次她去门诊看病 却显示社保卡卡建权失败 最后无法直接结算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社会保障卡卡建权失败 通常是社会保障卡已经挂失 那么在办理新卡之后 社会保障卡的一些基础信息 没有及时上传到国家的系统中 才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参保人是可以和发卡地联系 打12333这个咨询服务热线来处理 陈女士前一阵社保卡确实丢了 刚心补办了一张 不过当社保卡暂时不能直接结算时 在部分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 也可以尝试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进行直接结算 那有人在结算时会提示 个人参保状态异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个人参保状态异常 通常是有这种断缴的情况 那么参保人也可以查询一下 近期的参保缴费的记录 那么及时进行补缴 补缴之后可以重新备案 或者是医保结算 一般我们的中断缴费 三个月以上的 那么可能参保地 是有等待期的这些要求的 那么本次结算 就不能实现直接结算了 如果您的医保还在缴费中 要注意关注自己的缴费状态 避免因为断缴而导致无法结算 对于刚患工作和转诊转院的人员 还需要注意关注 自己的备案是否已经超过有效期了 不同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和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一般是长期备案有效的 那么对于常住异地工作人员 和转职转院人员 备案还是有有效期的 如果过了有效期 还需要重新备案 才能实现直接结算 除了个人原因 有时候也可能会因为系统原因 导致结算失败 比如在停机期间 也暂时无法进行直接结算 今年我们将建设 全国统一的新机平台 那么各省也会短暂停机 上线新平台 停机期间会影响到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大家在就医结算前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 我们的停机公告 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点击热门服务中的异地就医 进入页面的最下端 就可以查询到各地停机和恢复时间 如果遇到系统问题 可以随时与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沟通联系 您只需在异地就医页面中的 住院查询板块 点击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查询 就可以查看当地医保经办机构的 咨询电话等信息 专家提示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只是结算方式变得更方便了 但报销的范围和保障水平 与手工报销基本一致 如果您在异地门诊 直接结算失败了 也别着急 本次就医可以按照原有报销渠道 进行手工报销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